纵观历史,盗墓贼频发,而防盗技术也日新月异 有些帝王贵族为了防止后世盗墓,于是精心设计自己的灵气 其中机关重重,有的甚至修起了迷宫 有的则是真真假假,暗藏玄机,让一些盗墓贼无从下手 因此就产生了各种稀奇百怪的墓葬,也展现了古代人神奇的工艺 但有这么一座陵墓,当盗墓者打开的时候,不由得瞪大了眼睛 原来这世上还有这样聪明的人 这座墓是潦潮时期的,距今大约有上千年的历史 盗墓贼打开的时候,本来以为是一座普通的墓 而当他们打开墓大门的时候,不由得惊讶 在这座墓的墙上,刻着八个字,用现在的简体字表示 大致是,墓有重开之日,人无在少之言 意思是说,当自己的这座墓重新打开的时候 很遗憾,我们并没有相见 由此可以看出,在上千年前,墓主人就已经预料到 有人会来打开自己的墓 此外,墓主人为了表示自己的热情欢迎,还准备了一份大礼 盗墓贼在挖开墓的时候,惊讶地发现 墓里有一张桌子,桌上还准备了一桌好酒好菜 然而这些韭菜并不是墓主人的陪葬品 而是给来开墓的有缘人准备的 尽管这些韭菜随着久远的时间已经慢慢腐蚀 但也不难看出有一些常见的饭菜 作为一个盗墓贼,大小也是见过无数墓葬 但还是第一次见过这种 墓主人神奇的预料,还特地准备了一桌 纵观历史,盗墓贼频发 而防盗技术也日新月异 有些帝王贵族,为了防止后世盗墓 于是精心设计自己的灵器 其中机关重重,有的甚至修起了迷宫 有的则是真真假假,暗藏玄机 让一些盗墓贼无从下手 因此就产生了各种稀奇百怪的墓葬 也展现了古代人神奇的工艺 但有这么一座陵墓 当盗墓者打开的时候 不由得瞪大了眼睛 原来这世上还有这样聪明的人 这座墓是辽潮时期的 距今大约有上千年的历史 盗墓贼打开的时候 本来以为是一座普通的墓 而当他们打开墓大门的时候 不由得惊讶 在这座墓的墙上 刻着八个字 用现在的简体字表示 大致是 墓有重开之日 人无在少之言 意思是说 当自己的这座墓重新打开的时候 很遗憾 我们并没有相见 由此可以看出 在上千年前 墓主人就已经预料到 有人会来打开自己的墓 此外 墓主人为了表示自己的热情欢迎 还准备了一份大礼 盗墓贼在挖开墓的时候 惊讶地发现 墓里有一张桌子 桌上还准备了一桌好酒好菜 然而这些韭菜 并不是墓主人的陪葬品 而是给来开墓的有缘人准备的 尽管这些韭菜 随着久远的时间 已经慢慢腐蚀 但也不难看出 有一些常见的饭菜 作为一个盗墓贼 大小也是见过无数墓葬 但还是第一次见过这种 墓主人神奇的预料 还特地准备了一桌